大家好,欢迎收看战地一飞行员教学,我是千鸟 这集想来跟大家说说一个新手进入战地一狗斗世界 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狗斗主要是战斗机在进行的 攻击机也可以稍微玩一玩 但相较直下攻击机用后枪对付攻过来的敌机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都是针对战斗机来讲 那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点 刚开始要狗斗,请尽量不要去动加减速 只有在追击的时候,前进有加减速动作,才跟着模仿 尤其很多人看或玩过BF4的 BF4的飞机需要把速度控制在一个区间,才能转比较快 在BF1没有这回事,维持自然速度就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的画面 这三个分别是全程加速,不加速不减速,每秒减速一次的水平绕圈 我们可以看到全程加速和不加速不减速一样快可以绕完一个圈 减速则会比较慢 垂直绕圈的话,左至右分别是全程加速,不加速不减速,每秒减速一次 上升加速,下降每秒减速一次 上升加速,下降不加速不减速 没有减速的方案都是一样快的 有减速的减越多越慢 从这个结果看来,加速会让绕圈半径变大 最后转圈的时间跟不加速不减速相同 在被追击时,不正确的改变速度会让底级更轻松的跟上 在追击时,不正确的改变速度会追得很辛苦 也容易被甩掉 所以大家在没有掌握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加速或减速前 尽量不要碰是最好的 第二点 被追击的时候 没有把握就不要做连续反向的飞行动作 每次机身转向在90度以内 可以减少因为失误而被打一波的状况 什么是快速的反向飞行动作 例如我现在往左上 转个方向我往右下 这样相对的动作的确是甩开敌击用的动作 但如果做的时机不好 可能会让好不容易甩开的距离又拉近了 这边给大家看一段我遇到的对手 他技术不差 但非常爱用这个飞行路线 时常让我能够拉近距离打他几枪 最后将他击落 看一看 是无论的 düşman tayyaresi 第三点 模仿前击 刚开始练习狗斗 追到对方的尾巴时 尽量先模仿对方的动作为主 只要不跟丢 慢慢打 它总有一天会掉下来 注意 不要为了射击 反而追丢了对方 也可以趁机学习对方的飞行路线 等比较熟练 判断敌机位置的能力越来越强 才去使用不同的路线 来增加自己的命重 这是我早期在飞的画面 我尽量模仿对方的动作 以我的准度来说 他们如果联手打我的话 说不定我现在就在等待画面了 这是我现在飞的画面 我猜出对方记下来的位置 来决定自己的动作 这需要经验来达成 之后我也会分享我的预测方式 决定 不可能 第四点 机跑瞄准时不要看虚拟准星 看弹道来修正会比较容易命中敌人 因为第三人称下准星会不准 就算不是第三人称 两台飞机都在快速移动 瞄准前机的现在位置等子弹飞到时是打不到的 准星可以用来辅助大概的对位 开枪后就忽略它 看弹道来调整 我刚开始因为一直使用准星来瞄 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才发现可以利用射出去的弹道来瞄准 命中率上升不少 这四个常见的错误不要出现 再加上上一集所讲的 记得回头 随时注意敌机是不是想来打自己 大概就可以发现好像可以打赢一些敌机了 知道了这些 那我们该飞哪一台战斗机好呢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装备的优缺点 空战机 空战机原本是没有人要开烂飞机 在五月更新时 空战机获得了二号武器 燃烧弹药 让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别的飞机机翼造成破坏 加上原本的快修换成加速器 加速器可以瞬间接近或远离离机 增加飞机机动性 是滚兜中非常强大的装备 使得空战机成为空战使用链的最顶层 空战机装备的一号武器穿管中机枪 高射速 高弹速 容易命中敌机 以及叫员的目标 开枪机身震动少 捉弹点秘笈 如果操控够精细 可以用来射击地面的步兵 甚至在AA射程外 击重使用钉点AA的士兵 虽然这么说 要击杀地面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它的名字 空战机 这是要拿来空战的 我通常不会一开始就飞这台 而是遇到打不赢的高手 才会换这台出来试着反击 不然我认为飞机还是要支援地面 才能对团队取得胜利有帮助 轰炸机杀手 火箭机 火箭机一号武器是双管TUF重击枪 比起一般的重击枪 TUF重击枪威力较大 射速和弹速都较慢 DPS比较高 能够一轮击弱战斗机和攻击机 但因为射速弹速都较慢 命中会困难些 需要稍微习惯 但也没有这么难 射击时机身震动较大 啄弹点比较散 射击步兵比一般重击枪还要困难许多 2号武器是暴力火箭 这个火箭打飞机是非常痛的 传播命中的话所有飞机都能秒杀 而且爆炸会冲击飞机的飞行路线 也还同意损坏敌机记忆 但爆炸火箭飞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会下坠 瞄准时充断预估对方的动向或是天很近再发射 可以增加命中率 火箭也能用来对付步兵 命中三发可以打死一只步兵 熟练的话杀人数可以跟现在的战好战斗机 有得拼 5月更新后 火箭机的配件从加速改成快速维修 每次维修25金血 增加了火箭机的续战力 如果机炮打得不够准 很有可能打很久都没有办法遗落 追击火箭机更需要能够长时间咬住对手的技术 没了加速的火箭机不像之前在空中有绝对的优势 食物链的顶端位置有空弹机取代 战好战斗机 战好战斗机 战好战斗机是战斗机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台 它的2号武器和装备是用来分布地面目标的 只有1号武器是对空的 1号武器是跟空战机一模一样的双管重机枪 2号武器是头弹型的爆裂箭头 杀步兵非常容易好用 甚至曾经超过攻击机的对地能力 现在虽然削弱很多 还是不差 是我个人最爱用的飞机 爆裂箭头也能用来接回驾驶跳后枪的攻击机记忆 让对方得回到前桌去操控飞机或维修 绕一圈再回头 击杀攻击机 配件给的是信号弹 可以帮忙登塔地面 帮自己找到目标 狗斗的时候飞过丢的信号弹圈圈 可以让敌机短暂显示 来确定敌机还有没有在自己身后 对地攻击优秀的代价就是 它是战斗机中空战能力最弱的一台 一般来说我都会先飞这台 当我发现这场空战 会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得出地面 我可能会会使用火箭机 更快击落最少换取一些帮助地面的时间 看到这大家选好自己主要要飞的飞机了吗 那我们这集狗斗概论就到这边 下一集开始会说一些狗斗用到的动作和效果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拜托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 订阅Channel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